现在不信,你把刚才的歌你再唱两句给我们听一下 你们说谎,你们骗人,退出这个舞台 现在刚刚那首歌,第一句轻烫一下 大音关了,是接着唱 这位小伙在节目现场模仿田歌皇后杨月盈的歌曲 一开口简直让人怀疑人生 难以置信如此绝美的嗓音 会出自眼前这位大小伙子之口 现场这位美女评委更是严重的质疑 她是不是假唱对口型 她立马叫听她的表演 要求关掉所有伴奏,让她现场清唱 结果 现在不信,你把刚才的歌你再唱两句给我们听一下 我总觉得放的是原声 放的是原声 没有做不到的 接下来这位帅气小伙 保证一开口就能让你惊掉下巴 邓乐军的这首传是经典之作 翻唱的人有无数 但在南版翻唱中 这恐怕是最好听的 不信你听听 如果有那么一天 如果有那么一天 你说即将要离去 我会迷失我自己 怎么可能啊 你真的 我会迷失 不用什么诺言 只要天天在一起 我不能只依靠 偏偏回忆活下去 分一分去难去 爱与恨的千古兆 来一来去难去 术实在的原声哟 接下来这位是今天的正棒压轴主角 他是迄今为止 唯一一位公认的农民歌唱家 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参加 电视选拔赛的海选现场 一开口全场沸腾了 简直就是蒋大为老师的原声 拼了老师直接站了起来 现场打奖 命令音响老师直接把伴奏关掉 让他不要停继续唱下去 结果尴尬了 弹音关了 直接唱 直接唱 当今夜半被奔洒 一路多保住 才相复 我刚才故意的让音乐给你停了 让你轻唱两句 我就不敢相信这是你的声音 你们说谎 你们骗人 退出这个舞台 韩红很少在节目现场发火 这一次是什么原因 让他现场大怒 并大骂选手是骗子 滚出舞台 点击订阅按钮 下期为您分享 pobl Chicken 牛肉 冰